心中想要问的是 大家在乎的是委屈还是和平 梅瑞基头回应 因为上周这段发言 让要选立委的余美人被处征 而马先生这一次大陆之心 他所带来的和平的讯息 跟和平的结果 你不管他是再怎么委屈的和平 他就是和平 驻德国代表谢志伟发文酸 委屈的和平 暂时的死亡扭曲的事实 难道苦头吃多了还会上瘾 他认为台湾的民主半导体 印太战略位置 这要到不必委屈就可以有和平 网友也抨击委屈求全的和平 还是会面对战争 唯有武装自己才能换来真的和平 绿营的可能人选 自然也不能放过这机会 我们真正可以做的是 特过各种方式的努力 在国际上去争取更多的支持 让台湾是可以既有尊严 而且和平的生活 我其实是乐见这个 被政党意识形态 禁锢已久的议题 能够打开来谈 如果我们自己不能够凝聚一个共识 我们怎么团结在一起 只是有网友也算 如果委屈的和平也是和平 那么委屈的婚姻也是婚姻 批评于美人当初干嘛离婚呢 如果有人拿婚姻做比拟 我并不反对 那么至于合不合理呢 大家可以这个接受公平 我并不觉得我有伤口 所以也没有研巴的问题 于美人说自己不委屈 但在被舆论攻击的同时 他却也在28日突然另开一个选举粉砖 被网友质疑是否因为受不了舆论言上 但对网友来说 无论哪个粉砖都是于美人 TVBS新闻和福华留听听 看不懂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